稍微回顾一下上礼拜到底看了什么东西 我们这门课是计算语言学 在别的学校它叫自然语言处理 可是我们把它扩大了 就是不只是讲自然语言 所谓自然语言就是中文英文 这种天生的语言 我们不只讲自然语言 我们希望也讲程式语言的处理 也讲标记语言的处理 所以我们的范围会扩大一些 它里面就会有包含像 珍贵表达式 它的英文叫Regular Expression 编译器 Compiler Compiler就是程式语言的处理 正规表达式其实可以用来处理 各式各样的语言 但是它只能抽取而已 另外自然语言的处理 我们当然也会讲 像机器翻译这种比较属于智慧型的 这种我们会讲 但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你看Google翻译就知道了 那是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 那我们这本书各位从我们的课程首页上面可以下载 就在计算语言学这边 这个是它的原始档 是用LibreOffice写的 那这是它输出成PDF的版本 那原则上各位应该都会使用PDF版本比较多 除非你想改 你想改就可以用原稿 那所以当如果你有去用这本书的时候 请记得就是要按照它的授权 因为我们有很多资源是来自于维基百科 或者是其他的创作公用书籍 所以请你要按照它的授权 那这个须就跳过了 那我们会看到的内容有 一开始就是整个计算语言学的简介 那语言处理技术的简介 那再来就是语言生成这个问题 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最主要会看到的主题 然后再来是词汇扫描 那语法剖析 那你会看到这两个主题 其实是程式语言的编译器设计的时候需要做的 那接下来语意的辨识 这就比较偏向自然语言的时候 因为程式语言的语意呢 你只要把它转成组合语言就结束了 OK或转成机器码就结束了 那真正的语意是在CPU的地方去处理的 那自然语言就不一样了 它的语意其实很难琢磨 所以这种语意的辨识 会比较着重在自然语言上面 那文章程式 那程式语言就会有共资逻辑 函数物件和类别 但是自然语言呢 没有这些东西 那到底怎么样子去处理自然语言会是一个大问题 那甚至有一些连那个词你都不认识的 比如说它可能是个名字 它可能是个录名 它可能是一个电影的名称 这些你不可能建个资料部把所有这些 统统都放进来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都是自然语言处理上会碰到的一些难题 那接下来我们会从最简单的 我们就说已经了解了这些比较前五章比较偏理论的内容之后 我们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可以做的不是很多 可是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其实往往各位在 如果你未来去工作 有牵扯到比如说网页啊 或者是档案啊之类的处理的时候 你就会用到这些东西 特别是自串的处理 所以第六章开始 我们就一连串用行动表示了 就是说你可以做什么 那你可以做的 第一个你可以抽取 你可以把你要的资讯抽起来 比如说我想抽取超连结 我想抽取里面的email 我想抽取里面的人名可不可以 我想抽取里面网页的主要内容可不可以 或者网页 里面到底他在讲什么 我想做摘要有没有办法做 像这样的事情 就是比对抽取 那通常我们会用正规表达式去抽 那如果你知道你想要抽的东西的语法 你其实就可以用正规表达式去抽 那所以这里就会牵涉到抽取 我们要抽取程式中的词汇要怎么抽 抽取自然语言中的词汇要怎么抽 抽取维基于法中的词汇要怎么抽 那维基于法所代表的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言 就是他里面有自然语言 但他也有一些标记 这些标记是固定 就是固定语法的 但是呢 除了标记以外 其他的东西往往都是自然语言 甚至可能还会潜入诊识嘛 那这个要怎么处理 那在实作上面 我们原则上会用两个语言去做 第一个是C语言 第二个是JavaScript去做 那接下来呢 还可以做第二种事情 就是你可以做语言的转换 语言的转换怎么做呢 比如说翻译 机器翻译就是一种语言的转换 那另外像程式语言 你把它编译变成机器码或组合语言 那也是语言的转换 那所以语言的转换 跟数学概念中的转换 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它也有某种共同特性 那转换的时候 你要转换就有输出录 输入通常我们叫来源语言 那会经过某个中间结构 再输出成目标语言 那这个中间结构通常怎么表示 那接下来转换的范例 我们剖析器就是把程式语言转成 树状结构 那编语器呢就是把程式语言转成 机器码或组合语言 那解语器呢就是把程式语言直接转成 执行动作 那维基它其实也是一种转换 它是把维基语言转换成HTML 那机器翻译呢就是把自然语言转换成自来语言 但是这两个自然语言不会是同一个 通常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是同一个 比如说中文翻成英文 英文翻成中文 中文翻成日文 但是我们很少人会把中文翻成中文 这有啦 简体转繁体就是中文翻成中文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讲的是比较 比较难的那种 那简体转繁体真的 我们上礼拜有出给各位 当习题 有人做了吗 没有 那如果你做了你就会知道 其实 你真的去做你会发现说 如果我用C远来写 那它相对的没有那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编码问题 到底是用ASCII 还是BigPhi 还是Unical 这会是个问题 那 我们这门课考试不会有范围 所以 什么都可能考 包含我们出的习题有可能会考 那接下来 自然语言转自然语言 简体转繁体这种事 是几乎是 不需要太研究 只要你把那些编码搞清楚了 你就可以转得过去 那另外 交谈系统 这种就比较复杂了 什么交谈系统就是 我问电脑一件事情 它可以回答我 比如说台积电今天几块 它可以回答我说 台积电今天比如说79块 这样 好 那像这样子 就是交谈系统 那 这种东西其实 上礼拜我们有谈到 在人工智慧里面有一个叫做图灵测试 那图灵测试是在测试说 一个 城市有没有可能有智慧 但它不去定义智慧这件事情 它说 如果你可以通过这个测试 那我们就认为说 你的城市其实是有智慧的 那 通过什么测试呢 就是 请你写一个 交谈城市 然后透过 不管是MSN啊 或Facebook啊 跟对方聊天 当然他们那个年代没有MSN Facebook 那个是1940年 1950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 大致上它所描述的就是 类似我们现在的MSN Facebook 这件事情 我跟你聊天 但是呢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 那我跟你聊 可是我必须要判断一件事 就是你到底是真人 还是你是城市 我是在跟一个真人聊天 还是在跟一个城市聊天 如果我判断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判断得出来 也就是说 我判断的时候 我会把城市误会为真人 真人误会为城市 或者是我猜错的比例 其实很高 那就代表 这些城市通过了 这个城市通过了 那个智慧的检定 也就是说 我们承认它有智慧 OK 好 那 这个是交谈系统 那 但是 那个图灵测试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误导性的测试 因为 因为 它是建筑在 欺骗上面 那 其实如果 以这个 例子而言 其实在 一九 六几年 就已经有人 写出城市 来通过这个测试了 而且 通过的比例不低 好 但是那种 城市是在骗人 我会写给各位看 那种城市怎么写 骗人的城市怎么写 很简单 糊隆 过去就对了 基本上就是糊隆 他根本不知道 你在讲什么 但他抓到几个字 他就跟你糊隆了 好 抱歉 不小心按到超连结 好 所以交谈系统 会是我们一个主题 接下来 城市语言的处理 拼音器和解语器 这当然 其实在实物上 这是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会看 标记语言的处理 标记语言的种类 有很多 像 SML是标记语言 HTML是标记语言 Wiki是标记语言 那还有更多 那还有更多更多 SML衍生出来就有像RDF之类 那每一个领域它都制定一个自己的SML格式 就变成那个领域的通用的交换格式 那各位如果 那各位如果 有知道企业之间的资料交换是怎么交换的 你会发现他们大部分是用SML在交换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SML 你出去真的 真的 人家一谈到这个主题 就知道你不行 那连带的它会否定掉 你到底会不会写程式 这是个问题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自然语言的处理 那自然语言 通常我们处理有几种方法 一种是规则比对法 一种是几率统计法 然后再来 我们最后会谈到机器翻译这个主题 但是可能不会很深入 那最后会给一些研究的资源 好 那很快的回顾一下 我们会看到的语言 有很多种 自然语言 标记语言 程式语言 那像HTML、SM、危机 Markdown、RestructureTest 如果你有在注意 现在的程式人家怎么写的话 你会发现 像GitHub这种 这种 程式的 银行网站 那大家会把程式 传上去再下载下来的这种网站 那他现在所支援的 标记语言 通常会支援Markdown 还有RestructureTest OK 那自然语言 像这些是自然语言的翻译 不过我都是从维基百科抽出来的 那英文、中文、日文 各自都在讲同一件事 就是乔姆斯基的简介 好 那标记语言呢 像这个 这个是维基百科里面的原始码 这个就是一种标记语言 维基本身就是个标记语言 只是它是一个格式很自由 简短的标记语言 OK 那这是维基 这种标记语言 那这种标记语言 通常是为了要呈现成网页 而设计的 所以 比如说它 里面如果写这样子 代表说这个东西会形成一个超连接 而且是内部的连接 就是有两个中挂号挂起来 那如果是 中间它直接打一个 http什么 那那个东西就会直接变成超连接 有底线 那这种有 挂号的这种标记的 那就会变成一个表格式的显示 那像这个file就是会连接到一个档案 那这档案如果是个jpg 那它就是一个影像 会显示成一个影像 那这个多少宽度啊 大小啊之类的 颜色啊都可以指定 好 所以呈现出来中文版是这个样子 好 那 标记员其实最常看到的不是危机哦 最常看到的是html 那这个是一个html的范例 那这边右边是sml的范例 那各位应该可以看到html跟sml的不同 那这个是html的显示结果 sml的显示结果 好 那这边 我们看到 ok html跟sml其实 有很明显的差异 因为html都是在做排版 它的标记都是为了排版用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这边有 table tr th 这都是为了在排版用的 但是呢 sml不是哦 它通常 你爱怎么定就怎么定 但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用它的意思 当标记 比如说这是个人 我就说它是个人 好 这边呢 是它的姐姐 我就说它是introduction 这样 好 那这边是一张影像 我就说它是image 会 你可以制定的哦 sml是一个 可以制定的弹性的格式 这样好像没什么感觉哦 来当场考个试 请马上写出一个sml 然后呢 写什么呢 写你的姓名 学号 年龄 然后出生年月日 ok 然后呢 贴到 我们会在facebook上面出个题 好吧 好 马上来考一下 你不知道就请上去看这本书 你就会知道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现在就出一题哦 立刻 新增一个档案 不对 我不应该新增档案 我应该是撰写贴文 也不对 应该全档案这里 不是新增档案 应该建立文件 好 啊 姓名年龄性别学号还是什么 哎 OK,好像差不多了 这些 其他的就不用 那,再来好了 加户籍地 户籍地写限制就可以了 就这样 好,那你就回应在这个留言后面就可以了 好像拍板有点乱掉了 再改一下 好,OK,这样子就对了 好,所以请现在就写 那立刻回 好,真的 好,OK,OK